你有没有见过一朵火红的心 它就是红掌 一种常见的盆栽花 它不仅美丽 也有很多深刻的含义 在不同的文化和场合中 它都能传递出不同的信息和情感 本文将为您揭秘红掌的奥妙 以及如何挑选和送出一盆红掌 红掌的含义 热情与爱情 红色是热情和爱情的颜色 红掌的花就像一颗燃烧的心 常被用来表达对某人的爱慕和关怀 如果你想送给朋友一份温暖 可以送两只红掌 寓意惺惺相应 富贵与繁荣 红色也是富贵和繁荣的颜色 在一些传统和庆祝活动中 人们会用红掌来祈求好运和财富 红掌花中间有个黄色的花碎 就像一条金条送给经商的朋友 可以助他们裁员广进 生命力与顽强 红掌的生命力很强 能够在热带环境中茁壮成长 因此它也代表着生命力和顽强 能够勇敢地面对困难和挑战 在风水靴中 红掌被认为能够带来吉祥和繁荣 所以很多人都喜欢在家里或办公室种植红掌 庆祝和喜庆 红掌的美丽和鲜艳 让它成为了庆祝和喜庆的花 在许多文化中 人们会在节日或开业等活动中 使用红掌来装饰场所 增添喜气和氛围 在家里摆放红掌 也可以表达欢乐和祝福 如何选择和赠送红掌 如果你想要选择或赠送一盆红掌 请注意以下几点 芝术 赠送给别人这种花 不能只送一枝一朵 因为它叫红掌 一枝就像孤掌 这样不吉利 我们应该送比较吉祥的芝术 比如说六枝或九枝 搭配 红掌可以和其他花卉进行搭配 以增加其含义和美感 例如 用康乃馨来和它搭配 可以在别人开张饭店时赠送 这样很正式很隆重 表示欣喜之情 要是用红玫瑰来和它搭配 可以向爱人表达最真挚的爱意 一般是送给非常重视的人 可以用白色的盆来把它做成盆栽 这样可以送给比较讲究外观的人 或者是比较尊敬的长辈 表示美好祝福 星座 在星座上 它是不能送给水瓶座的人 因为这表示两者不合拍 应该送给马和虎鼠巷的朋友 红掌是一种热情 富贵和生命力的花 适合在不同的场合中赠送或摆放 选择和赠送红掌时 要注意知数搭配和星座等因素 以表达最合适的含义和祝福